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再来我们的那个网址就是GOO.GL 应该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 是不是应该没错啦 应该没点击进去看看 没错是这个 8 这个 8TQQ39 这个GOO.GL 8TQQ39 然后 最好是把它写在一个 你记得起来的地方 或者你干脆照相把它照起来 那这边有QR Code 手机也可以连过去 那另外这个网址 那我也会随时看一下 你们的那个学习情况 第一这个是上个礼拜 51次 隔天还有8次 8次 再来就一路往下 快要到上课又开始有同学 开始又会连接这边 那这个是第一个 有关我们的连接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帮各位开个头了 就是你到那个Android 你可以到那个Android Studio的那个官网上面 其实你可以搜寻Android Studio 应该也会到它的官网 这边一样会 你搜寻这个关键字嘛 一样会到那个 download的这个画面 不过光那个download 你看半天你会发现 哇怎么这么多到底选哪一个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一个的话 你干脆就下载我的就好了 要不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参考书上讲的 书上就叫你说 安装那个install版 应该是安装什么install版 然后下载大概好几GB吧 然后再下载SDK 然后也是好几GB 然后漫长的大概可能你一天是装不完的 等到你装开始可以用的话 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之后了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然后也不知道接下来干嘛 所以我们简单一点 我已经帮各位打包一个 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的版本 以后你们就用那个版本好了 来上课单纯一点 不然我看有些人就卡在这里卡很久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教各位写App 并不是叫你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且我跟各位讲 这个从我开始接触它以来 这个网站已经改版的N次了 也就是说几个月之后 它又长得不一样了 然后它的连接的位置又不一样了 它旁边的东西又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 如果你之前买书好了 你会发现你照那个旧版的书来看 找不到哦 你会不知道说照哪边下载 下载什么东西 而且去年书还在卖 那个用的开发环境 还是用Eclipse 所以你们现在就 只要不要买去年以前的 因为那个书都不合用了 所以你要看那个出版的月子 而且用的工具要是Enjoy Studio 否则你买来 那本书应该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少 而且完全不同 这一点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书上要出书也还蛮麻烦的 作者光要写书是很累的 所以光要出版一个东西